之前推荐你们用刘备上分 收到的反馈都特别好 因为刘备天生就是强队位的打野 毕竟刺客肯定打不过刘备的 两千就没了 何惜刷我这边 很多同学玩打野老是抱怨抢不到核心 很正常 你都没有让他听到你的呼唤 那他还怎么过来 人有点多 不慌 别忘了我刚才说的 就是刘备的原因 这是因为他天生强队位打野一大几 现在我一颗半血 还先满血 而且他身边还轮波 看好了 他揍不住我两枪 这里再给你们一个对我刘备的小建议 就是不要跟他变脸 其实和刘备稍微保持距离 他打你是不疼的 还有就是他的大招 施放时三秒每一控制 还有个越打越后的盾 除非你直接把盾打破 不给他吸盾的时间 那这个在前中期根本不坚持 所以打刘备一定要随会拉扯 这局对于韩信 就是全方位的压制 很正常 因为韩信他需要吃资源 需要有发育的时间和空间 但致命的一点是他打不过刘备 而且他这种打不过 是从头到尾都打不过 因为韩信的专人核心是一技能和大招的控制 但是刘备不吃空 而且天脸伤害巨高 除非他自己经济连二五好几钱 或者他整局下来都打不过 实时的反他的蓝他发育就更麻 当然就更打不过 我们还能把自驾蓝buff 让给如花自愈的貂蝉 现在buff倒计时也对新手打也很友好 对面射下路都有视野 装C不在 深门蓝区就只有韩信一个人 这时候入圈不会有被反尊的风险 这里韩信玩家也要注意一下 面对刘备最忌讳的就是原地开大 因为刘备不会被调戏 而且大招的支柱时间 足够让刘备送你回群水 我现在爱这个经济 黄铁烈士开局就上来送 看连我的盾都打破 交闪也没有 直接带走 这局我是很少居心要抓人的 这也跟打野英雄的特性有关 所以我一直和你们说 每个英雄都有每个英雄的玩法 想拿来上分 就必须要抓住他的玩法和核心 举伤不断 把他优势的地方放大 所以简单办法也有一个 就是每天看鸡大宝英雄教学 网期内容覆盖绝大多数的 英雄技能介绍和教学玩法 只够让你快速上手 就能刘备来说 虽然他伤害高还免碰 但是他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躲 都没有机会碰到敌人 还怎么建立优势 所以我是很少在线沙漏头的 都是往野区打 以掠夺资源运营为主 不依靠人头和团战来建立优势 把对面外塔都磨掉 他们戳不去退守高地 放了野区资源和远古生物 自然就打不碰 所以你们也可以好好想一想 有时候胜利真的不一定要一起打团 不仗而驱人之兵 有时候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谁 是你 把眼泪除了 是谁 是我 把疼痛加热 你走在红色 无边的梦盒 再没有等来 接你的我 风中的你 穿了很多 是谁 谁从你身旁走过 好想把你 从身后 无忍 却忘了 你我 隔着 相后 是 是 等了很久 也还等不到 而沉默 是 黑色与红色 总躲不掉 的重困 只能燃 只能燃烧 河流 与你我的野火 与你我的野火